习近平主席同沙特伊朗领导人深度沟通 促成沙特和伊朗跨越恩怨相向而行 在中方大力支持下 三方达成北京协议 沙裔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近日在中东地区掀起了和解潮 我们高兴地看到 习近平重返阿蒙大家庭 卡塔尔同巴林阿联酋 叙利亚同突尼斯沙特 伊朗同苏丹 土耳其同埃及等 纷纷建交或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东的命运正在重新回到 地区各国人民的手中 沙裔和解是对话与和平的重大胜利 也是中国特色热点问题 解决之道的友谊事件 中国始终是积极 善意 可靠的斡旋者 从不迷信武力 从不寻求地缘私利 从不搞强加于人 始终支持中东人民 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分歧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将继续做 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 发展繁荣的合作者 团结自强的支持者 为地区和解 和平 和谐 做出更多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